新竹县政府表示,希望受到疫情影响的劳工朋友能尽快地到乡镇施工所的就业服务台登记,将会立即协助转介。新竹县政府劳工处长唐维德说, 因为疫情影响的而失业的,可以到我们乡镇施工所的就业服务台来登记。立即上工的每一个劳工朋友每一个月可以工作80小时,每小时才实薪158块,所以可以领到12640元。 而中央考量农渔民加户所得,较一般加户为第一,为协助农渔民度过疫情难关,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针对实际从事农渔业的农渔民也发放1万元的生活补贴。 即日起到6月30号为止,欢迎符合申请资格的农渔民到户籍所在地的农渔会提出申请。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导。